大家好,我是潇洒的人类 前几个视频呢,我都在讲关于鹦鹉的内容 因为最近我们这里封城了,在家里无聊 所以这个视频我来给大家展示我饲养的另一类虫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和我一样抽味相投的朋友 鸣虫这个圈子相对其他宠物圈来说比较小 但是圈内人这么多年依然支持着鸣虫产业的发展 对,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 而且具有很成熟的产业链 据史料记载啊,从唐天宝年间 就开始了有了鸣虫的饲养 古代的文学典籍中也有很多关于鸣虫的记载 再后来人们开始人工饲养鸣虫 这使得鸣虫的品种增加了好多 除了蟋蟀以外 其他只要是叫声好听的昆虫都成了玩家的玩物 那么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玩之处吗 大部分人都比较喜欢斗虫 就是斗蟋蟀 但是我还是喜欢听教多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对音疗了解多少 也就是声音疗法 甚至还有音疗师这个职业 其实在几千年前就有了音疗的记载 这属于医学的范畴 我也不懂 但是这跟鸣虫有什么关系呢 声音能影响人的情绪 这个无可厚非 还有一些经常失眠的人 应该听过深度睡眠的音乐 有些音乐里就有丛林的声音 丛林里有什么声音呢 那就是昆虫发出的声音 我是怎么喜欢鸣虫的呢 有次我的伯父来我家里做客 我们一直喝茶聊天 聊着聊着我就犯困 就想倒头就睡 然后我的伯父就告诉我是 虫子的叫声催眠了我 于是第二天我就去集市 买了几只竹林 回来就觉得听起来真的很舒服 当然不是什么时候听都熟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还需要导叫 也就是导时差 导到跟自己的生物中一致 有的人喜欢在喝茶的时候 让虫开叫 有的人习惯出门装在怀里 总之就是让它叫 叫了就开心 这可能是人类追求天人合一的本能吧 我养鸣虫也有将近十年 夏天经常去野外抓虫 记得有一次去泰国玩 在休息的时候听见虫子叫 就听着声音走了过去 结果没走两步就马上退了回来 那次印象很深刻 在国内抓虫子 无非就是遇到刺猬啊 蛇啊 蝎子啊 蝉蜀之类的东西 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 现在到了冬季 走到哪都死气沉沉的 所以又想起了冬虫 于是就在网上购买了几只 我们拆来看一看 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竹林 也叫中华树西 它的叫声是这样的 很像蜥蜀爱对吧 但是我们比较一下 当仔细听的时候会发现 两种声音两种属性 还有这个 这个叫大黄灵 这个是中黄灵 这个叫金灵子 大黄灵和中黄灵长得非常像 但是仔细看 它们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油葫芦 这几种虫单独叫的声音 还是比较好听的 其实我非常喜欢听混叫 如果搭配好 混叫非常好听 搭配也是很有讲究的 我们在市面上见过很多锅锅龙 对吧 有好多种规格 四格的 六格的 八格的 我见过最多有十二格 这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搭配 还有现在的鸣虫器具 也有好多格子 也是为了方便搭配 也可以上槐 但是上槐不方便搭配 因为你出门 不可能装一身虫对吧 再说外出的情况下 也听不出混叫的效果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混听的话 室内还是比较出效果的 我们再来欣赏几种鸣虫的叫声 看下来以后 他回家 他家门口 他的 我们再来听几种大合唱 听完天类之音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您也想在冬季的时候 感受夏天的感觉 不妨购买几只回家试试 也不知道 有没有和我一样 喜欢听声的朋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见